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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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一个圣统制的职级就是终身执事或者执事的职级 这个职份是很特别的 这个职级里面来说是帮助到如何能够将教会这份福全落实在这个社会当中 两年之后即1967年的时间当时教会就回这个终身执事 这个职级有一系列的指引这一方面 经过了这个差不多四十多年里面 现时全世界大概有四万多的终身执事 这些执事来说可以说大部分都是结婚的 结婚的执事来的 美国加拿大加上现在可以说有七十个百分比 是在这两个国家的 主于欧洲里面都有百分之二十多的百分比 主于非洲和亚洲两个大洲加上 其实只有两个百分多 所以变成在亚洲里面来说 不是很多国家或者地区推行的 我们香港里面来说 其实二十年前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还有在二十年前的时间 胡振宗书记拍板 他在香港上司推返这个终身执事 我当时问他有什么原因 他是为了新福全 就要传福音 如何能够在社会里面做一个见证 所以会看回原来推行这个终身执事的胜绩 和这个在社会见证很有绝对关系 在1993年的时间 胡振宗书记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在香港上司推行这个终身执事的胜绩 在他拍板决定之前 其实还有两年多时间 教会做了一个研究 很多访问和调查 那个访问很特别的 就回神父的调查里面来说 受访问或者调查 百分之八十的神父是保留 甚至反对 觉得未曾适当时间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神父赞成 相反来说 另一边教友方面 百分之八十教友赞成 只有百分之二十 觉得未曾适当时间 赞成的神父 就觉得我们神父不够 或者说需要发展这些多方面发展 为教友赞成的那些就觉得 因为神父不够 需要多些牧民 变得好像和神父够不够 缺乏或者不缺乏 有关系 就可以说 其实都不是很了解这个执事的成绩 虽然当然是这样的情况 胡书记他拍板 拍板的时候 他找我去负责 推荐这个中心执事的成绩 于是我们就去派人 去美国加拿大 收集别人的经验 别人的资料 回来之后 所以我们整理 刚巧在1996年的时间 教练都出了一个文件 讲到中心执事 究竟神学背景 理论基础在哪里 和中心执事的生活情况 要留意些什么 有一个很好的蓝盆 给我们参考 发展到我们所找到的 美国加拿大资料 和教练出的 百分之九十是相同的 所以令到我们更加有心 有这个信心 去推行这一方面 那我们在香港 有一个成立一个委员会 叫教区中心执事委员会 去推行 去安排去策划 去宣传有关这个成绩 最初的时间 我们都好像摸着石头 一步一步地过 那在97年的时间 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执事 出现了 当时我们安排在不同的堂区 但我们觉得 执事不是只是在堂区生活 更重要是走社会当中 于是我们常常安排在监狱 在医院那方面 最初那几年里面来说 在香港推行的时间 那些人都不是很清楚 甚至不接受 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于是我们就尝试 能够去再听多方面的意见 再安排 那我们看到有两个基地 一是在社会里面做建政服务 第二就是在堂区里面协助商务 各方面 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一口确立了 执事性职 他们有几个特质 一是基督仆人的身份 第二就是以牵迅的态度去服务 第三 他们的平台是在社会当中的 第四 在这个社会当中里面 特别关心弱势社群 如何能够帮助他们 所以这四方面来说 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观念 就是以基督仆人的身份 以牵迅的态度 在社会当中 特别关心弱势社群 和服务他们 要推行这个终身执事 成绩有效地推行 一个完整的培育是很重要的 一般我们说 如果有一个青年 有一个男士 他们想有兴趣的话 首先我会和他们有一个见面 我了解究竟 为什么他想做终身执事 动机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除了和我见面之后 我们有一个小组 就会和他和他太太一起见面 从不同方面 从他自己的生活 家庭、堂区 或者是个人经济 多方面了解这个人 究竟有没有初步这个圣照 因为我们觉得 中心执事是一个圣照 是天主选择的 不就是教会要的 所以不是他个人想不想的问题 最重要是有没有这个圣照 当然人的回应是很重要 所以首先是天主选择 教会要的 不就是人自由地去回应 当各方面都能够 顺利进行的时间 我们都会安排他见一个神父 就从一个心理方面 人格成长方面 看看他是不是适合 这个性价 是不是适合做这个回应 这一方面的 另外呢 我们会安排他有个人的神师 有个人导师 最重要是在这个阶段 究竟他是不是确实有这个成照 那适当时间呢 我们会安排一些心理学家 再帮我们了解 究竟这个人全面 在他成长过程里面 或者多方面 有没有什么要改善的地方 那如果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时间的话呢 我们就会建议呢 建议教区主教他成为一个有志者 有志者期间里面呢 也都需要很多方面的去肯定各方面 有志者呢 然后去到这个候选人阶段 候选人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已经清楚中心执事的性质 包括了什么内容 那还有呢 他们都很肯定自己的 这个方面的召叫 不知在教会的团体当中呢 我们收纳这个人呢 成为这个候选人 当成为候选人的时间呢 我们有四方面要继续去培育的 第一 在人格方面 我们会安排一个导师呢 帮他怎样能够更加在人格成长方面 跟人沟通啊 跟人接触啊等等 在一个人格成长里面呢 要继续成长 第二 在灵修方面 我们会安排一个导师呢 帮他能够再肯定 再清晰自己的圣诏是什么 或者在过程里面呢 有些东西要障碍的 怎样帮他能够排除 或者是除掉这个习惯等等 第三呢 他需要有学术的培育的 那我们安排呢 或者是圣人修圆 或者是日间夜间 使他们有一个有系统 和一个整传的一个神恶的培育 但是这个不足够的 我们还要说 因为执事是性职人员嘛 所以有些特别的课程 比如说这个礼仪的牧民呢 或者教会的礼仪呢 各方面等等呢 或者是宣果学呢 所以能够准备得更完善呢 能够理行这份执事的性职 另外牧民那里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是很不同的 每一个人性格不同 所以我们都帮他能够有不同的方法 甚至技巧呢 所以能够有效地去理行这份执事的成绩 特别这三方面 对于宣讲的成绩 对于这个扶制的成绩 和这个爱德服务这方面的成绩 所以其实都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准备好 所以能够将来有效地去为圣言服务 去为圣事 特别是圣体圣事服务 最重要就是在社会里面去做见证 所以整个中生执事的培务呢 就能够帮助这个人准备好他 能够成为基督的仆人 能够有牵迟的态度 能够社会当中呢 去服务 去关顾所有的弱势社群 使能够更加感染到 经验到 服务的基督 就在我们当中 能够为主基督作见证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 为什么要推人这个新福全 怎么能够今时今日呢 在一个很重要 本有和固有的圣经 能够有效地推行福全的工作 就是你 在这个地方 需要整个人员 就像这个人员 就像这个人员 一样 但是这些人员 那些人员 这个人员 就像一个人员 一样 可以